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都不容小觑 1992年开始 曾子丹相聚出演电影《新龙门客栈》 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 并评男儿当自强 获得当年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1995年在电视剧《金武门》中饰演陈真 1997年自导自演电影《战狼传说》 2002年担任《刀锋战士2》动作指导 2009年 凭借影片叶问获得第16届 北京大学生电影街最佳男演员 2015年凭借电影《一个人的武林》 获得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动作设计奖 2016年3月4日 曾子丹主演的3D功夫电影 《夜问3》国内上映 在国内取得了77031.4万的票房 曾子丹打入了好莱坞市场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 也正式宣布曾子丹成为 2017年奥斯卡新成员 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现在曾子丹是美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旗下的艺人 他不断地用自己的作品刷新着大荧幕 对于动作电影的定义 对华语功夫电影风靡全球 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九位周星驰 在喜剧电影界 周星驰的地位至今无可撼动 他的成功不可复刻 他的成就无人能打破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喜剧之王 虽然周星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及国内 但绝对不低 好莱坞著名片剧 罗伯特麦基 对周星驰的评价非常高 他说周星驰就是 全世界最伟大的喜剧电影作者之一 代表了新一代的中国导演 时髦有趣充满了创造力 美国影帝兼导演 编剧比尔莫瑞 也曾评价周星驰指导的功夫 是当代喜剧的最高成就 第八位梁朝伟 从出道至今 梁朝伟先后15次斩获过金像奖 两次获得过亚洲电影大奖 三个金马影帝 五个金像奖影帝 人称影帝专业户 是香港演员中 获赞最多的一位演技派男演员 戏路非常广 不管是严肃文艺片 搞笑喜剧片 还是武侠动作片 他都驾轻就输 而且梁朝伟同样享誉国际 早在2000年 他就已经走过嘎那红毯 将嘎那影帝的荣誉收入了囊中 成为中国第二位嘎那影帝 第七位刘德华 作为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 国民度一直很高 出道40多年依旧很火 除了因出演上百部电影 而被誉为劳魔之外 他还唱过上千首歌曲 经常出席各种大型晚会和颁奖典礼 他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不低 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获奖最多的中国歌手 而且刘德华私下的生活节俭朴实 经常出席慈善活动 很受观众们的喜爱 第六位张国荣 作为一位即歌手演员和音乐人等 职位于一身的全能型艺人 张国荣位列中国电影百年百位 优秀演员榜 在演艺圈的地位和影响力都非常崇高 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四大天王在他面前只能算小弟 参加活动时 赌王和两大特首也纷纷为其让出C位 不仅如此 他还用实力赢得了西方文化界的尊重 既是全球五大指标音乐人之一 也是第一位将港乐带入韩国音乐市场的乐语歌手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亚洲巨星 值得一提的是 他也是让法国顶尖服装设计师 亲自设计演唱会服装的第一位中国明星 第五位周润发 他是一位演技己大成者 在国内影坛 先后三次斩获影帝荣誉的发歌 属于大佬级别的人物 虽然近年来他出演的作品比较少 但早年的作品步步都是经典 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虽然不及成龙高 但也不低 也是一位红遍全球的国际巨星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周润发的人生分为A和B两面 A面它是影视圈的长青树 国际巨星周润发 避免他是香港九龙城区的普通市民周先生 现实生活中周润发为人也很低调 出门从来不用豪车配司机 甚至就连助理都没有带过 他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挤公交 地铁和渡船 很多香港市民都曾和他偶遇过 不仅如此 他还一直热心于慈善事业 堪称整个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第四位尊龙 虽然在国内他的知名度 远远比不上李小龙成龙 但他对中国影视事业做出的贡献 却不容忽视 他身上的头衔非常多 既是华人开辟国际影视市场的鼻祖级人物 也是中国国际影视事业的标志型人物 为中国影视事业走向国际化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龙是一位美籍华裔男演员 1952年 出生于香港的他是个孤儿 10岁开始学习京剧 后来独自赴美学习英语 为了赚学费各种脏活累活都干过 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美国喜剧艺术学院 从1976年开始出演影视剧作品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末代皇帝 也正是凭借着对溥仪的精彩演绎 曾龙成为第一位站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台 第一次获得金球奖影帝提名的华人演员 不仅如此 他还凭借着俊俏惊艳的长相 一度走红于国际舞台 被外媒誉为50位全球最美的人之一 第三李连杰 李连杰在国内声明确起的他 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非常高 尤其是在美国好莱坞 1998年李连杰在华高韦斯基兄弟和袁和平的推荐下 接拍了动作片《致命574》 他在片中饰演拳脚功夫一流的黑帮教头顾华星 并凭借该片获得第八届MTV电影奖最佳反派提名 该片是李连杰出演的首部好莱坞电影 在美国上映后票房达到1.3亿美元 同年与曾志伟、任达华、梁永奇合作主演动作喜剧类片《杀手之王》 2000年在动作片《致命罗密欧》中 饰演头脑与武功兼备的帮派分子韩星 该片是李连杰在好莱坞单纲主演的第一部作品 之后李连杰还担任过制片人 多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位列美国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百人榜 据悉他在国外社交平台Facebook的粉丝量 多达3100多万 早在2007年 他就已经成为了整个好莱坞华人演员中最贵的明星 篇出高达1500万美金 大约1亿多元人民币 第二位成龙 在国内成龙是家喻户晓的存在 很多8090后都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 在整个娱乐圈地位超然 任谁见了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句大哥 他刚入住短视频平台时 半个娱乐圈的明星大咖都纷纷在评论区为其打call 他的粉丝量更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随便一刷新就会多数十万 短短8小时就突破了千万 目前他的粉丝量已经多达5700多万 前段时间他的直播首秀 更是直接创下了540万人同时在线收看的记录 点赞量也多达3.2亿 直到近日周杰伦直播首秀 超过600多万人同时在线观看后 才打破了他的记录 除此之外成龙在飞升国际 知名度横跨欧美亚非洲 他是继李小龙之后 真正将中国功夫带到国际 并让全世界了解中国功夫的中国艺人 也是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亚洲艺人和中国艺人 现在外国人提及中国功夫 首先想到的中国人就是成龙 他在国外社交平台Facebook的粉丝量 多达7700多万 第一位李小龙 李小龙身上的头衔非常多 即是世界武术变革的先驱者 公布片的开创者 也是杰拳道的创始人 和好莱坞第一个华人主演 李小龙本名李振帆 生于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东华医院 1940年为庚陈年 中国人称为龙年 且李小龙生于诚实 后呼应其辱名戏凤 而一名李小龙为戏录祥作者 袁不平取名 1955年李小龙15岁时 他在一次帮派冲突中受挫 于是到油麻地拜叶问为师 学习永春拳 李小龙曾因永春练习单调而放弃 但后因与街头流氓打架时 使出一招永春的日子冲拳击倒对方 而重新回到永春门下 1967年7月9日 李小龙正式在洛杉矶中国城的 镇藩国术馆 确立其武道哲学 杰拳道之名称 1970年 李小龙获得香港家和电影公司 周文怀邀请 回到香港主演以功夫为题的动作电影 唐山大凶而大获好评 李小龙迅速展开其知名度 此后他主演了 《金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胡斗》及《死亡游戏》 此四部半动作电影震撼了整个影坛 而且在国际上迅速声名雀起 只是令人惋惜的是 32岁的李小龙于1973年7月20日 参与演出《死亡游戏》期间 死于丁佩在香港酒龙、西龙酒塘的家中 事件引起极大震撼 其死因至今依然充满争议 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神一般的存在 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只停留了32年 但是他给大家留下很多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东西 特别是作为中国人更是十分自豪 因为他去世之后 有很多权威杂志 把他评为功夫之王 武之圣者 特别像美国时代杂志 更是把他评为影响美国十大明星之一 以上明星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影响力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 如果喜欢此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